有時候退檔補油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 安~~ 這個聲音起來 像我就被攔過車 車子停到我旁邊 窗戶搖下來 就說 你剛才那個油門是這樣 你在挑釁我嗎 那這個時候呢 我還會一頭霧水 想說 甚麼 我剛才有甚麼油門嗎 原來他在說的是 你剛剛退檔補油啊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常常聽到的重機老鼠屎的一些行為 身為重機騎士的你還有你 你們中了幾項 第一點就是大家常常說的黑車載飆車載 但是呢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也不是故意要超速的 但是我必須要說今天呢 我們還是有看到很多超級無敵嚴重超速的重機騎士 撇除掉那種限速15限速15 然後你騎了比方說40 50超速被扣牌之類的 撇開這一種另類的來講 很多時候我們遇到重機的超速是真的超級誇張的超速 像前一陣子 大家在新聞上看到的台東時速180公里 直接直直的去撞貨車的那則新聞 那這個在網路上大家都眾說雲雲啊 有些人說他是故意的要去自殺 有些人說因為撤風怎麼樣怎麼樣的 等等之類 對很多老司機跟 物理小老師 有出來 跟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心得 但是對小我來說 我覺得無論今天他是否心情不好想要 親身 或者是他今天是運氣不好遇到了強大的撤風 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 他都是嚴重超速 行車記錄器我們也看到了嘛 他就是 扎扎實實的180公里在行駛 如果你騎180公里 無論你是什麼樣子的情況 基本上你真的就是 超級危險駕駛 超級危險駕駛 尤其 那一段路也不是封閉道路 他是一個雙向的 等等之類的這些 條件組合在一起 說真的 不管是什麼樣子的條件 行駛時速到達180公里 你真的就是超級嚴重的危險駕駛 身為重機騎士的你 你自己應該也常常發現 很多重機騎士 是 只要看到有一個車縫 他的車身 可以過得去 他大油門 一給 屁股一扭 他就想辦法 鑽過去 他鑽的過去是 沒有錯 他就是本來就可以超車 但是呢很多時候他這樣子左操右操左操右操 每一台車都是這樣子用鑽這種小小的 一個車縫這樣子過去 甚至兩台車子 兩台車子行駛中 他在兩台車子的中間 再超過去 這個說真的 就是真的超級危險喔 因為如果你在這麼快的車速下 你又直接撇過去 好直接就大撇過去 或是大油門直接鑽過去 我覺得應該是 很容易嚇到非常多的 一些開車的駕駛 那一陣子三道猴子的這個動畫 相信大家一定也都有看過 不過我想要問一下 不曉得你身邊有沒有這樣子的朋友 或者你自己就是這樣子的騎士 就是平常騎車的時候呢 都是安分守己 溫文如雅 但是一旦進到三道的時候 你就好像是機桶起駕 吃了興奮劑一樣 對 你只要進到三道的時候 你就是一定要大油門要 然後彎道一定要狂壓 等等之類的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這樣的朋友 或你自己就是這樣 因為小歐我自己身邊就有這樣子的朋友 平常你跟大家一起在市區 騎車的時候呢 你都會 你都會覺得 哇 他其實是算是一個 安分守己 溫文如雅的 汽車駕駛 跟重機騎士 但是 那個線喔 如果你們出去 A到B點 中間有加一個山路的話 不好意思 他就消失了 因為他就 這樣子開始亂鑽 然後我現在討論的是 每一個彎都一定要側掛出去 才帥氣 好 這一種 我個人覺得 你如果被社會大眾 評論成 老鼠屎 尿其阿賽 其實大眾也沒有很嚴厲 小歐我自己覺得 不算是老鼠屎 但是 無奈莫於法規啊 跟社會大眾啊 等等之類 大家覺得這個行為是 老鼠屎 重機去停機車 停車格 很多時候 要重機去停機車停車格 會被大家 非常無限放大的檢視 就會覺得說 你看看 來這個就是 停機車格 重機老鼠屎 才做得出來這件事情 好 不當使用停車格 如果你騎的是 海獅瓜 黑白劍401 這樣子車身的 機車 你的車身 雖然是 黃牌的 牌子 但是你的車身大小 就是比一般的 速克達 來得再更小 更迷你 你也完全可以停的進去 機車停車格 我就想要問大家 跟台灣的機型法律 為什麼 重機不能停進去呢 但也跟剛才 跟剛才的這個 開頭一樣 想到我覺得很無奈 就是 社會大眾 跟法律 就是 是不允許你停 但是 近 近期一段時間 其實台灣有些地方 是有 開放 重機 可以停 機車格的 是有在 事辦 這件事情的 但是你也看到啦 當這件事情開始在 事辦的時候 又有很多其他 白牌的機車騎士 會跳出來說 他們的權益 受到了 受損 所以呢 這個是不OK的事情 如果是因為這樣的話 我覺得問題點 是不是應該要想一下 是不是機車格 不夠多 配套措施 配套措施 做得不夠好 不夠完善 很多時候 重機騎士 真的是被夾在 法規啊 等等 這種機型的法規啊 跟一些 大家 見少 怪多的 社會風氣 還有 惡意黑化的 媒體 這幾方的 中間 下面這一點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孤輪 孤輪 沒錯 你沒有聽錯 就是孤輪 那孤輪到底有什麼問題呢 就好像前一陣子啊 我看到的一個訊息就是 他在駕訓班的場地孤輪 也要被大家霸凌 雖然他不是重機 他只是在駕訓班的場地 孤輪而已 他也要被霸凌 說 這叫危險駕駛 然後 大家要弄到 駕訓班不能開 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這些就是 已經是 矯網過正了啦 人家找了一個 自己的場地 完全沒有外車 等等之類 來練習他喜歡的技巧 為什麼不行呢 對不對 為什麼不行呢 他今天也不是在馬路上 當然啦 如果你今天就是在 馬路上來孤輪的話 在台灣我相信你就是 百分之兩百的 重機老鼠屎 雖然我必須要說 小偶我自己的IG喔 追蹤了非常非常多 在國外 的道路上 會展現完美孤輪的 這些騎士 其實說真的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我自己一方面的評價 就會覺得 真的是 蠻帥的 秉除掉一些 危險因子 他們的孤輪是真的是蠻帥的 但我必須也要說 在國外也有很多的IG帳號 他是那種 極速孤輪 再加上 穿梭在 車陣中 這種我就是真的 完全覺得不OK 我不曉得你覺得怎麼樣 但是當然啦 我必須也要說 在台灣 就是不行孤輪 就是不行孤輪 很多重機騎士 會騎人行道 各位大哥們 不曉得 不曉得 你們有沒有騎過人行道 其實說真的 塞車的時候 重機靠邊邊 去車道分割 往前 我覺得 這種慢速情況下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或是等紅燈 車陣排得很長 重機就是靠邊邊 往旁邊 這樣騎過去 我覺得這些 真的都不是問題 但是 小號我自己是 完全不能 接受 重機 配在人行道上面 一整群的 重機騎士 直接配在 人行道上面 像我記得有一集 小號我在講 安全駕駛的時候 剛好 就看到一位 在結尾的時候 影片的結尾的時候 就看到一位 大洋的騎士 剛好 在騎人行道 因為塞車 他就因為 比較方便 他就直接 尬上人行道 然後就往前騎 往前胚 所以呢 說真的 我自己 不太能夠 接受 重機 尬上去 人行道 一路往前騎 真的是影響行人啦 而且 重機 真的比較重 如果像小號我這種美式機車 騎上去的話 那些人行道的磚 應該是 很容易就被壓壞了 但是你看像旁邊這些車子 也都是停上去啊 那你要怎麼說勒 通常大家看到 這樣子的 車子停在上面 反而不會覺得 有什麼問題 重機騎士 通常被稱為 老鼠屎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你看看你有沒有中 就是你很 很容易 就會想要挑釁其他人 很容易就會想要 來一個 拉轉一下油門 這樣子 之類的 沒事也要 啊 這樣一下 很多時候 黃牌很喜歡挑戰紅牌啊 就是看到 黃牌 看到紅牌的時候 有時候 像我們自己就遇過很多次啊 就是 黃牌的重機騎士 他就是要在你旁邊 就是用超級速的那種方式 超車超你 然後 或者是呢 紅牌騎士看到 黃牌騎士 覺得人家排氣量小 你就去 刷卡別人啊 你就去刷卡別人 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 這些都算是 非常挑釁的一種行為 那或者是呢 像旁邊 你看到有一些 性能車款 欸 他好像真的可以 開得蠻快的喔 他好像可以真的開得蠻快的 你就想要去跟他 配一下 對 我覺得 多多少少啦 多多少少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在騎車的時候 我們就也很常很常遇到 其他跟我們不認識的重機騎士 就是 想要跟我們配一下 我們也騎過台山 很多次 也遇過 一些 這樣子的情況 一些車子呢 他就是 離你很近 然後他就一定要來個 就是高轉那種 啊 這樣子 啊 從你旁邊騎過去 對 我們比較喜歡 悠哉一點騎啊 所以 對你來說 挑釁其他 任何車款 算不算是 重機 老鼠死的一個行為 又或者是 你實在是忍不住 每次都想要挑釁人家一下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 好不好 都沒有問題 有時候退檔補油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 這個聲音起來 那 不知道的車子呢 就會覺得在挑釁 像我就被 攔過車 好車子 停到我旁邊 窗戶搖下來 就說 你剛才那個油門是怎樣 你在挑釁我嗎 那這個時候呢 我還會一頭霧水 想說 什麼 我剛才有什麼油門嗎 什麼時候 我剛才有什麼油門嗎 對 那你回想一下之後呢 才會發現 原來他在說的是你剛剛退檔補油啊 所以啊 我覺得 有時候 重機的退檔補油 無論你覺得退檔補油 實不實用 有沒有必要 但是退檔補油 必須要跟大家講一下 真的不是在挑釁 退檔補油就只是 重機的一個 騎乘的一個 方式 就好像重機要換檔 那就會有退檔補油 差不多就像這樣子 這是這一集跟大家分享的 7點 重機 騎士 被社會大眾 認為是 老鼠屎的行為 不曉得 你 中了 幾點呢 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我們頻道 記得一定要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 小鈴鐺 尤其是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很棒 想好好支持我們的話 一定要使用 超級感謝 超級貼圖 超級系列的所有東西 來好支持我們 這次做假期刷 我是 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今天很多重機騎士 其實 他都是有汽車駕造的 他就是沒有騎重機的時候 大部分時間 他可能也是開車 我相信當你自己在開車的時候 你被重機騎士 這樣子 刷卡 大專車 我相信你自己一定也是 超級超級超級不爽 而且會嚇到